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也可以看这个下面是吧 Rumeteta函数它的定义呢是有这样一个极数定义的 但这个极数呢我们用一点数学知识就是说 它不是在任何地方对任何这个变量s它都是有定义的 只有当时s的十步大于1的话它是有定义 而十步要是小于等于1的话呢 我们学过一点微信分析就知道 实际上这个极数是一个发散的极数 所以呢它的定义并不 它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是这样一个原始定义 但是黎曼呢他是一个解析数论的开创者了 是他证明了这个函数呢是可以有个解析沿脱到整个全平面 整个辅数平面 就是对所有的s这个极数呢都是这个函数都是有定义的 在s等于1的地方呢它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极点 就是不解析而且呢那个柳数是等于1 而且它满足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函数方程 是把θs和θ1-s改过来 而这个瑞曼θ函数呢在瑞曼更早以前呢 是欧拉最早研究这个函数的 但它的研究只是把那s看成是个十变量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 基本上没有那个伏变函数的概念 那么瑞曼θ函数呢它是跟那个素数啊 就跟那个我们说的素数是有直接联系的 当十不大于1的话呢它又可以 它是一个对自然素的一个求和 同时它又是对素数的一个成绩 这里这个P实际上就是通过所有的素数 那么这样呢就通过对瑞曼θ函数的研究呢 就可以得到很多素数方面的信息 在这里一个最基本的例子 就是所谓的那叫素数定理 那是在1896年第一次被证明的 就是通过对瑞曼θ函数的研究而得到的 素数定理呢 还是纸上面是吗 好好行行行 这个素数定理呢就是说呢 当时当x去无穷的时候 小不超过x的那些素数个数呢 作为它的主节来讲 是x除以logx这么多个数数 这个结果呢写成了极限的形式呢 就是这样一个表达式 它呢是在1896年 被那哈德玛和那叫德拉维·波松 先解决的 它呢可以 它们是通过研究在瑞曼θ函数的解析性质 证明了瑞曼θ函数 当十步正好等于1的时候 它不等于0 通过这个来证明这个素数定理的 而在这方面呢更精确的信息呢 关于这个素数呢 就在于在进一步 对这个瑞曼θ函数0点的这个研究 那么这里就一个最著名的黎曼假设 黎曼假设就是说呢 所有的这些非0 就是非10的0点 这θs呢 它的十步都是等于1分之1 就不会比1分之1大 也不会比1分之1小 正好都等于1分之1 而这实际上就等价于说 如果十步大于1分之1的话 这个函数是不等于0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要介绍一下它的这个现况 瑞曼θ函数研究的现况 它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但是很遗憾的是呢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知识 对于0点所知道的知识呢 还是非常非常少 我们现在就远远啊 不能达到说是要大于1分之1 就能把这个0点 证明它不等于0 我们能得出的这个非0的这个 非0区域的结果 就什么地方它不等于0呢 实际上比这个黎曼假设 还是要弱得多 为什么要弱得多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追溯到一个更早 还是欧拉的一个预言 因为黎曼假设的研究 实际上就等很大程度上 是等价于那个数数分布 如果在数数分布方面 有一个什么结果 反过来也能推到 这个黎曼假设这一方面去 而在这一个问题上呢 而在这一个问题上呢 我们对数数知道的还很少 这是在黎曼之前 大概100年的时候 欧拉做过这么一个很悲观的预言 大家知道欧拉 欧拉是那个 它对这方面的贡献是 它第二个 它是历史上给出了 存在无穷多个数数的 第二个证明 用它就 我前面说 就是已经过去的那个 就不用了 就刚才欧拉成绩那个公式 证明了有无穷多个数数 在它之前第一个证明的呢 是欧基里德 差了两千年 欧拉呢 也是他出名的一点 就是因为是 戈德巴赫给他写的一封信 戈德巴赫猜想是这封信里提出来的 欧拉说 我相信这是一个对的 戈德巴赫猜想应该是对的 但是我现在还没有能力能证出来 但后来他又说了一句话 人就不太清楚了 他说啊 数数的奥秘可能要等一百万年 才能把它全弄清楚 那么是不是 黎曼假设是不是也要等一百万年呢 但是目前呢 我就说很遗憾的是 我们能讲 要跟黎曼假设比 我们的解析数论的全部知识 是远远不够的 有点好像就像一辆马车和一架 航空飞机之间的那个差距那么大 差不多 比如说 这里呢 我们先把黎曼假设函数弄在一边 它是那一类更广泛的函数的一个特殊情况 也是最简单一个情况 另外呢 还有一类 就叫德瑞赫莱IO函数 它很有意思 引进这套函数 德瑞赫莱 其实那时候它比黎曼还早了一点 这个函数呢 首先我们要定义一个特征吧 定义在这个整数环上 取的是辅数的值 而且并不全为0 它满足这样一些条件 对D它有个周期性 它呢对任何两个数数成绩 它有什么可乘性 另外如果N和这个D呢 是互数的话 它就等于0 那么迪雷赫莱IO函数呢 对于这样一个特征呢 是这样定义的 跟Rumet-Zeta函数很像 如果你把这个分子换成1的话 就是Rumet-Zeta函数 它也有解析延拖 也有函数方程 跟Rumet-Zeta函数很像 那么在书论里头 还有一大堆的问题 特别要提到的 像哥德巴赫猜想 染生素猜想 它的解析部分 就是归结到在迪雷赫莱函数 至少在传统意义上 是它的那个零点的分布的研究 而在这方面呢 也有同样的 一个跟Rumet-Zeta函数 相关的一个猜想 叫广义黎曼猜想 Generize the Rumet hypothesis 它就说呢 对任何一个特征 如果S 它本身是S 这个一个 伏变量S的一个函数 如果S十步大于二分之一的话 它不等于零 而现在呢 我们知道有很多很多 这样的特征 还没有一个人能够证明 这个东西 对某一个单独的一个特征 Kai 自从这个 就是十九世纪末吧 就是在数学界呢 已经 在解析数量范围中 有很大的发展 他们发展了一整套解析工具 去研究 这些函数的零点 重要结果也有 而且呢 这些结果也是极大的 就用在 比如说像那个 哥德巴赫猜想啊 染生数物猜想 还有一连串 关于数数分布的问题上 都有结果 但是如果要跟这个 广义黎曼猜浅 它原始的这个 要求的这些结果来比 这些结果都是非常非常弱的 现在我们所能做的呢 就是Zeta函数 和这L函数 它不 它不等于零呢 只有当它十步 在一定意义下 很接近一的时候 才能证明它不等于零 要比这个 好像虽然这样就差了个二分之一 这个差异是十万八千里 而且所有的 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就是说 所有我们要用的呢 它归根结底 都是变成一个初等的不等式 就像这种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可以直接证明的 它可以等于一个 某一个东西的一个平方 所以它大于等于零 而且说最后 你一定要用这样的一个不等式 你才能够得出 我们所要的一些结果 所以现在呢 什么时候能证明黎曼假设 乃至于更一般的 广义黎曼假设 那看来还是很遥远的一件事情 好 我就想到这里 但是呢 很多那个输论问题 输出分布问题呢 也确实就需要 只要它接近 十步接近一的时候 不等于零 也就够了 可是这里就留了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一类 特殊的 就一类特殊的L函数 当这个卡埃摩这个D呢 它是个10的特征 就是说它只取三个可能值 或者是零 或者是一 或者是负一 那么这个函数呢 连它十步接近一的时候 或者就 干脆就十零点吧 接近一的时候 它都很难 得到一个我们所要的结果 它接近一是在这个意义下 就是说它就是比那个一减去 就是一个 一个常数除以老个D D可以是很大的话 就那么接近一的话 你要证明它不等于零 现在还远远做不到 但是呢 现在可以证明 如果这样一个零点存在的话 那它最多只有一个 如果它有的话 就被称为 南岛西格尔零点 因为是这两位著名数学家 最早研究这个零点的 当然了 我们只考虑这个D 就很大的时候 那么就是说 这个一减去这个东西 实际上是很接近一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这个南岛西格尔零点 真存在的话 那么黎曼 广义黎曼假设就错了 所以呢 事实上 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南岛西格尔零点问题 实际上是去证明 这样一个零点是不存在的 在这里呢 我插一段话 就是说呢 我没有提到 有一个很著名的 十一格尔零点 但那个十一格尔零点呢 就像刚才 当时武教授讲的那些 俗论中那些 不可以算的问题一样 十一格尔零点 十一格尔定理 本身是不可以算的 它本质上呢 是说了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其实比这个要求 还是要弱得多 在一定的意义下 一定范围之内 最多只有一个零点 不可能有两个 但它没有证明在 一个都不存在 于是呢 我们说我们研究在 十一格尔零点问题呢 我们是希望能够证明呢 证明它一个都不存在 好 这个问题呢 这里我就顺便一下 类似于对其他那些什么 比如说非十的特征啊 什么很大一大堆的那些 L函数呢 至少在这一页下 当然十部就是 特别接近一的时候 这已经解决了 它不会等于零 但就是十特征十零点 最多会有一个 它会很接近一的 这个现在还是open的 那么就是说呢 我们在经典的 所有的办法 就我前面跳过的 那个初等不等式 用在这个问题上 就一点用都没有的 就是根本没法解决 然后呢 有一种说法 这都是 我不提那些数学家的名字 就是说呢 这是一个瓶颈 在书论中间是一个瓶颈 因为呢 如果它解决的话 那就会带来一连串的 那个推论 在乌论 不仅是在解析 而且在代数数论的 氛围里头 它都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是一场革命 那么自从这个 就二十世纪初呢 有很多数论专家呢 都想去做这个问题 但是没有成功 这里呢 我也不提这位 这位数学家的名字了 他甚至预言啊 这个 难道是一个问题 零点的问题的解决啊 比原来那个 Rima Theta函数 Rima那个 原来的那个 Rima Theta参想可能更难 有这么一个预言 嗯 而在很多很多这个研究方面呢 因为呢 我们不知道它到底存在不存在 于是呢 那书论学家就只好去讨论两种情况 如果它存在 会得出什么结论 如果它不存在 会得出什么结论 这里顺便提一下 我们知道呢 陈景论的一加二是非常有名的 但陈景论的一加二它的证明 它的原始的证明啊 也是 就用张寿武教授的话来讲就是 是一个不可算的一个东西 你说一个充分大的偶数 能够表达一个数数和一个不超过两个数数的成绩之和 这是陈景论的定理 充分大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呢 在数学里头就叫存在一个数 x 大于等于 x 就一定可以表示两个数数之和 好 这个 x 到底有多大 用陈景论原来的办法是算不出来的 因为它用到了那个十一格尔的定理 而那十一格尔定理说是可能会有例外的 但最多有一个例外 那有一个例外也没有关系 比这个例外更大的 那还是一个数数 不超过一个两个数数成绩之和 它是这样的 所以它算不出这个一加二 好像是前几年在Archive上 一个日本人 才是把这个问题给绕过去了 现在呢是能够算出来的了 另外我就说存在无穷多个 什么数数对什么之差 不超过多少多少 这里头啊 其实也有一个有效和无效性的问题 我的这个原来那个证明啊 严格讲啊 实际上也是有一个不可算的问题在里头 但是呢这些后面我就要讲了 在我之前就是有一个英国数学家 他有另外一个办法呢 就是说如果十一格尔零点存在的话 这也是对的 所以这个问题现在也算是解决了 这是我们下面要讲的 那么呢有一种说法 说这个十一格尔零点的问题啊 把整个数论啊 划生成了两个宇宙 第一个宇宙里头呢 存在是一格尔零点 第二个宇宙呢 不存在是一格尔零点 他说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啊 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是生活在哪一个宇宙里头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于是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生活在两个宇宙里头 我们就要假定 我们在第一个宇宙里头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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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那会出来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在第二个宇宙里头 又会出来什么样的结果 好 那这下面我们就说 人们就可能要问了 如果这个十一格尔零点真存在 那好了 那也不得了 那广义黎曼讲社已经被证明就错了 那么在这个宇宙里头 到底会怎么样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也会得到很多很多的那种推论 而且是非常强 有些推论好像已经强得有点过疼了 比如像这种现象呢 就是它是基于这样一个下面的事实 就是说Zh2s 这说了有点technical了 Zh2s乘以除以Zhs呢 它有一个那个简单零点是在s等于1的 如果Lschi也有一个简单零点 是在1这个地方 也就这个狼岛是一个零点存在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和这个函数呢 就非常像 而这个函数呢 在别的地方呢 Zhs会等于0 它会有几点的 因为分母是0 而这个函数在全平面都是解析的 于是这个差别就弄出这个 弄出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如果它这一个函数有零点 那么在一个确定的一个范围里头呢 甚至可以说呢 这Zhs的倒数反而没有零点了 所以就在一定范围里头 倒是原来这个黎曼假设 可能反而是对的了 它这里有一个坏零点靠近1 那么Zhs呢 就连大于1 2的地方 都可能就都没有零点 那原来那个黎曼假设 可能都对了 好 我们下面再来列一连串的这个推论 这个那个 好 我们现在来给出一些例子 就如果这个零点是存在的 其实我们的那么多年 我们梦寐以求想做的 想证明它不存在 好 第一假定 存在有无穷多个 不过这个世界 在一定意义下的那个 Zhs的零点存在 这跟前面我说 Zhs说最多只有一个 这意义不一样 那范围什么参数都不一样 那好 都有Zhs的零点 那好 那就很多很多了 那么推论会什么样呢 染生素数猜想是对的 由这个立刻可以推出 染生素数猜想 如果假定只有一个 Zhs的零点存在的话 那么 那么在一个很大的 对很大的一堆这个L函数 不过这里我用的是 Psi 不是用Ki 因为Ki是对于那个 Zhs的零点的 在这个对他们来讲 在一个区域里头 连广义李曼假设都是对的 当然这都是要有条件的 那么 这一段话呢 我还是就把它给跳过去吧 因为太technical了 我在原来一次讲的时候 就有些东西我做了修改 但这一段我忘了删掉了 好 我们就说 好 我们再回到这个 朗道是一个问题 如果他就说呢 他可以推出一连串 就是某种意义上 比那李曼假设 原来李曼假设更强的结果 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呢 由这些更强的结果 某种程度来讲 是过分强的那些结果呢 是能够得出矛盾 而这个矛盾就是说 朗道是一个二零点 在某种意义下 就是说我们能得 它确实是不存在的 这里呢 我们刚才提到了 有很多这种技巧是可以用上的 然后最后呢 时间过得比较快 我还讲我就去介绍一下 因为我在这方面有些尝试 目前来看呢 应该是有一些 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些进步 这个进步弄到最后是什么样呢 我就把这朗道是一个二零点呢 推就是把它关系到的 去估计一个离散的那个对零点的集合 对一族delay和了L函数 在这里呢 SI是个特征 然后ROSI实际上就是这个 LS它这个零点 就是说如果存在一个Ki 就是由一个朗道是一个零点 成立的话 我最后能够得出这样一个不等式了 而这一个不等式啊 我不用说了 明显是错的 于是从这里就能够吹出矛盾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就从由这个 难道是一个零点的存在性呢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矛盾 目前来讲呢 我能够做一个报告 就是至少一个弱形式 像这个问题方面 还是有可能做出来 但是在整个technical的东西 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我想我就先讲到这儿 好吧 谢谢大家 感谢嘉宾的精彩分享 Thank you for the wonderful sharing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